雷士都試過幻想尿道炎 但當幻想尿道炎的時候 都真的挺辛苦的 不過坊間就說 紅莓Canberry這類水果 是可以預防尿道炎的 究竟是否真的呢 今天我們就非常高興 因為請到秘療科外科專科的 王國田醫生上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Hello 王醫生 你好 你好 Mendy 其實紅莓Canberry這個水果 是否真的可以預防尿道炎 是啊 真的可以預防到的 那要吃多少才可以預防 如果我們每天都吃 其實大概十粒八粒都夠的 今天王醫生就帶了Canberry 即是紅莓這張照片上來給我們看 這個是放大了的照片 實物就是小小小小小小的 我想問一下王醫生 很多人都說紅莓汁是可以預防尿道炎的 那如果喝這個果汁和紅莓 中間有沒有分別呢 其實如果我們是吃紅莓 或者喝紅莓汁 收到的效果都是差不多 因為紅莓裡面含有些有益的成分 是可以幫助我們減低尿道感染的機會 嗯 有些什麼有益的成分 譬如說它裡面含有維他命C 可以保護我們的黏膜 它有含有花青素 那最關鍵呢 攝取了紅莓之後 我們尿液裡面的酸鹼度 可以略呈微酸性 那這個也可以減少細菌在裡面滋生 哦 即是當患上尿道炎的時候 那個尿液是偏向鹼性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人治療道炎的原因 嗯 除了紅莓之外 那王醫生你帶了兩張照片上來 那這一個就是藍莓 這一個就是草莓 那跟紅莓有沒有分別呢 它們都是莓 那你猜它們又可不可以幫助我們減低尿道感染 那如果你這樣帶上來 我就覺得可以了 是啊 其實因為科學研究 很多時候都是用紅莓來做 那所以一般我們都說 紅莓可以預防尿道感染 那但我相信其他的莓類 一樣含有那些雙類脂的成分 都是對我們會有益的 咦 那如果吃其他生果 都是含很高的維他命C 又可不可以幫助我們 倒輸回尿道炎呢 雖然研究就沒有正式做過 但其實都應該是對我們身體有好處的 那如果我沒有吃生果的習慣 或者是我不慣常吃這些莓類的 我喝多點水就可以了 嗯 沒錯了 喝多點水呢 是一樣可以減低尿道感染機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喝多點水呢 自不然就可以排尿多點 那有些細菌進入了肥瘤系統 就可以讓我們排得出來 那有時候呢 有一些輕微的病症 即是小便尺痛 或者是小小尿頻而已 那又沒有去到吃藥的 那我任由他喝多點水 我又可不可以令他自然也好 其實初初如果有細菌進入的身體 都未必立刻要溶藥的 那一般我們多點喝水 多點排尿 一兩天如果好一點 就未必一定要開始吃藥 是 其實呢 女士很容易尿道炎 但是男士也有機會感染 黃醫生 不如我們一起找自民一起聊好嗎 好… 好, 我們現在過去 我經常聽說女士 比較容易感染這個尿道炎 男士比較少一點 即是很想解開這個兒團 是不是真的 要問問一下黃醫生 黃醫生 你好… 你好… 是不是真的只有男士會少一點 是呀 因為男性的尿道比較長一點 所以細菌很多次下到一半 小便的時候就把細菌排出了 那這個是我們天生的防禦系統 是呀 是呀, 那我們很幸運 Mandy 我剛才聽黃醫生說細菌爬到一半 那就是說細菌越爬越高 就會有機會感染其他問題 是呀, 一般我們尿道發炎感染 那些細菌都是從外界進入身體 那它從尿道先進入 首先經過尿款 然後就會進入人體的膀胱 到最後如果得不到治療 就會爬上了腎臟 造成腎臟發炎感染 那除了腎臟發炎之外 那還會感染其他甚麼的器官 假如如果人體的抗力非常弱的話 那些細菌到最後進入了血 就可以全身感染了 那也挺嚴重的 是呀…但我想知道 其實還有甚麼症狀 我們可以看到呢 譬如在這個尿道嚴重的 首先那些細菌如果進入尿管 那個患者會覺得尿貧尿急 尺痛就有這些 那如果細菌爬到膀胱 開始小腹腹部會痛 甚至乎感染膀胱發炎 會無法出血 那如果細菌再進一步 經由兩條輸尿管 一路上到腎臟 腎臟發炎兩邊的腰會痛 甚至乎會發燒 是, 我聽說很辛苦 痛得很厲害 是呀, 可以痛到直接是拿著 是, 動到用到 直接去不了洗手間 即是痛到那個程度 也挺辛苦 那如果特別是針對男性 因為他有切裂腺 那有時細菌會感染的切裂腺 造成切裂腺發炎 可能排列會困難 可能也會有其他切裂腺的病症 你的痛已經是挺辛苦的了 最嚴重可以去到甚麼情況 最嚴重呢 去到我們俗稱叫典床典脊的痛 因為那些患者 他發覺任何一個姿勢動作 都不能舒緩到痛 但是那個痛的程度又這麼大 所以他可能在床上滾 真的拿著很辛苦 但除了膀胱之外 腎會不會有其他部份的器官 會受到感染 或者全身有影響 會的 但如果細菌進入了身體 感染了腎臟 有時會經由血液循環 進入去肝臟 嚴重起來可能會去肺部 去老婆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 真的可大可小 身體危險就可以了 志文, 你聽誰說的 你聽我說 還是你太太說的 是不是很多呢 你知道 身邊很多朋友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 淡屍是比較少的患上癮 但是膀胱炎 或者其他的病症 都可能會從這個細菌開始感染 所以藥物治療很重要 對, 那這個病的藥物治療方案是怎樣的 大部份的鼻尿系統感染 都是因為細菌感染造成 所以如果真的細菌感染造成 最直接有效的治療就是用抗生素治療 是 那種療程會怎樣呢 吃多少 大部份細菌感染 幸好都可以用口服的抗生素治療得到 嗯 所以一般我們抗生素療程都是七到十天 是 但是不排除 亦都有一些比較嚴重的個案 可能需要用一兩個星期以上的抗生素 嗯 那除了抗生素治療之外 我聽過是有些是塞 有些是打針過 是 有些藥物呢 因為它沒有口服的配方 所以如果遇到一些抗藥性的細菌 可能是時必要用針藥 那些情況要入院才方便一點 嗯 那藥塞很多時候是針對女士的陰道發炎 是 因為有時陰道的感染 亦都可以細菌進入了尿道 而造成尿道感染 是 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才知道有經驗 就是我們女士的尿道炎 口服的抗生素 排出來的尿液是有顏色的 為什麼呢 其實有一種對付尿道感染的藥物 是一種尿道的止痛藥 我們俗稱叫朱古力豆 因為這個外表好像一顆啡色的藥原 那它在排出尿液的時間 它會有一種藥物分解了的橙紅色 所以就看到那些尿會變成色素 是, 正常的 那這個是藥物的色澤 但是我強調那種藥雖然很有效 可以舒緩尿道感染的不適 但是呢 就不可以只靠吃那種藥 就忽略了正常的疹斷 是 所以最終還是多喝點水 就出來了 是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最近有些報道 就是有個女士去到日本旅行浸溫泉 懷疑因為浸溫泉了幾天 就染上了這個尿道炎 其實有沒有可能 可以的 一般溫泉的環境都是很溫暖 很潮濕 這些環境最適合細粉指針 雖然這些細粉未必在溫泉水裡 但是在溫泉附近的 比如說坐的座椅或者用的毛巾 都是一些細菌的溫創 溫泉水很高溫的 是 殺不死人 就算可以殺了細菌 他未必殺到細菌的包子 因為細菌有時候會存在在一種形態 就是不怕高溫 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他去到合適的環境 他的身體 他又再發癌 又會滋身 就會感染人 明白 其實不僅是溫泉 甚至乎我們去一些公廁 有時候用公共的刺紙 或者公共的座板 都很容易感染尿道鹽 是 應該怎樣去避免 是 有些研究都做過 原來在公廁裡面的刺紙 是有很多菌的 所以我想可以第一 借助一些保護的紙 鋪著刺板 第二 有時候自己刺鼻一包紙巾 都可以減少 就是用公共的刺紙的機會 我以後會留意的 很多女士都自己戴上紙巾進去 我想最後你幫大家說說 就是我們生活上有甚麼要注意 可以減低感染病毒的機會 其實如果要預防 或者減低尿道反應的機會 最重要就是注意日常的衛生 例如說每天要換清潔內衣褲 例如說大熱天時 回到家裡重了一下身 性生活之前之後也重了一下 最重要就是多喝水 多些排尿 還有吃多些 剛才跟Mandy說過那些有益 身體每類的水果 記住聽醫生的話 可以減低發生這個尿道炎的機會 好了 我們休息一會 做法我們有李彥華博士 跟我們以中醫的角度 看看這個尿道炎 李博士 其實中醫怎樣看你 尿道炎它的學名是尿路感染 我們可以根據它臨床的表現特徵 就是一個尿急病毒 可以將它歸類到我們中醫學的臨症範疇 來治療 一般這個病它初時 就會是一種濕熱的情況 我們可以按熱臨來治療 那些燭傷的經絡 有些血垂的尿就窩出來 這個我們可以按血臨來治療 還有一些就是它奴隸的時候 它又容易發作 我們就可以按一個奴臨來治療 那有沒有什麼體質的人 比較容易幻想尿路炎 其實呢 男女老少女都有機會幻想尿路炎 就以肉齡妻的婦女最為多見 平時都是喜歡吃一些熱氣油炸辣的 造成那些濕熱的體質 再加上下體的清潔做得不夠好 很容易感受了那些畏族之邪 就是我們說的大腸磅菌 那就會造成一個尿路炎的了 哎呀 志文啊 那可能我失業了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很容易幻想這個尿路炎 那有了尿路炎之後 就好了 又有辦法 然後又有辦法 連續幾次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是否特別容易有辦法 其實呢 是那個靜氣不足 那個底可能差了 尿路炎呢 其實它有機會 就在我們的旁足太陽 旁光經 先由經脈入了裡面 你不要根治好它 它由表入裡 去到我們的旁光虎 造成一個氣機不利 氣化不利 就產生了尿路炎 每當你過於勞累的時候 例如用心過度 就會損傷了心羊 你過食了生冷寒涼 就損傷皮羊了 如果防止過度的人 就容易損傷腎羊 在這麼多的靜氣不足的情況下 那些外斜 就乘機作亂 所以我們要好好地去留意一下 因為那個尿道炎 就不單止是膀胱那麼簡單 如果你醫得它不好 它會伸延到那個腎如腎矣 我們說膀胱同腎雙表裂 都是這樣的意思 那真是要好好地調理身體 西醫就說 多些妹有助預防這個調度炎 中醫怎樣看 我們中醫其實是吃西瓜 或者煮一些耳米水來喝 甚至就是摸血尿的時候 用粟借毛巾馬蹄水喝了 都有舒緩這個症狀 但是最重要就是 看醫生 我們能夠從這個輔助陽氣的角度 我們的靜氣傳來邪不可乾 才能把這個疾病貼底根治 運動有沒有可以幫助到 當然是輔助陽氣 那要做到運動了 我們先去準備一下 好 志文去輔助一下陽氣 對了 李博士 西醫就說可以幫助手 中醫方面有沒有食療 可以預防療道炎 或者是治療的這個症狀 我們說就是附在一下 於是我就選了一個 蓬公英耳米瘦肉湯 這個蓬公英 它是有清熱解毒 利尿通軟的作用 不過它的性質比較防暖一些 於是我就配了一個耳米 健平滲濕的 再加上三片生薑 我們用一些瘦肉 大約用六碗水 就煮兩個小時左右 早晚來喝這個湯水 有什麼人不適合飲用這個湯水 它也有治療的作用 所以你有時症就用飲時湯 你有這個病才好喝 喝一兩天之後 你都緩解了 你不要當補品喝下去了 是 應該怎樣去飲用 早晚還是… 早晚就可以了 是 煮一煲然後就早晚就喝 沒錯 好 旁邊呢 我可以介紹旁邊這個 就是車前草 豬小肚湯 這個車前草 它也是清熱解毒 利尿通軟的 當然它也比較偏寒涼 這個湯水就是 如果你磨血尿的時候 飲用的話 它也有涼血止血的作用 我怕它弱性比較猛 就是加了一個白扁豆 就是有健皮化濕的作用 跟生薑和著 那個豬小肚 它是飲精藥來的 其實它是豬的浦肝 你最好用鹽和生粉洗乾淨它 才來到煲這個湯水 又大約用六碗煲兩個小時 早晚喝用 有些什麼人 是不適合喝用這個湯水的 其實一般如果皮胃虛寒 那些就要小心一點 神容 如果喝一兩天 還未能夠緩解 就快點去諮詢你的注冊中醫師 是 中醫就講義營補人 所以你就建議用豬小肚 如果我真的找不到豬小肚 那我用個瘦肉行不行 瘦肉就要扣分的 哈哈 差點的 終於都講究過引經理的 嗯 再介紹一個大眾也對的 好 就是這個冬瓜赤小豆二米 側魚湯 那個側魚營養很豐富 我們就加上一個陳皮和生薑 和著它就不會腥了 這個湯水很適合現在的 暑熱天使來飲用的 一家大小飲用也可以的 嗯 為什麼會用質魚呢 質魚營養比較豐富 它是作為一個尿道炎的 一個預防的作用 可以強調體質的 嗯 有什麼人是特別不適合 飲用這個湯水的 嗯 一般都可以有用的 不過你感冒尖寒尖凍的時候 我們就有些保留了 因為始終它有些少許補益作用 嗯 除了湯水之外 在中醫裡面有什麼食物 都可以預防或者舒緩這個尿道炎 食物呢 我剛才介紹了很多給大家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預防 我們要注意不要引尿 夏天很容易出到一身汗 要立即補水 喝多點水 否則會有發尿道炎 還有要教導 家長教導那些女兒 我們清潔下體的時候 是由前面擦到後面 千萬不要調轉來 否則的話大腸幹菌 就感染了前面 就會有發尿道炎 是啊 我媽媽都有教過我這件事 所以個人衛生真的很重要 對啦 嗯 好 麻煩你李博士 我們現在呢